欢迎来到听起来很科学 我是今天的主持人子军 我是科学人编辑郭玉璞 大家好我是高基士提 好最近呢我们的这个新闻快讯啊 有非常多有趣的内容 就一如往常一样 但最近的我觉得就是超级有趣 因为这个点阅率也特高 我们现在就是聊聊第一篇新闻 这个新闻其实热门到其他媒体也跟进报道 这非常有趣就是 章鱼哥会跟鱼主队来打猎 高基士提这个新闻到底是怎么回事 没错这个其实真的蛮有趣的 就是对大家应该都有看过 多少有看过海绵宝宝嘛 海绵宝宝里面的章鱼哥呢 就是一个非常非常厌世的一个人 一只章鱼 现实世界的章鱼 其实在跟其他鱼一起工作的时候 有时候也是挺厌世的 科学家就有发现说 他们其实是会跟其他鱼一起合作 一起去打猎 对他们会组成一个小团队 一个狩猎团队 然后章鱼哥 不是章鱼哥 对章鱼他本人就是首脑 就是他就是负责 负责当那个领导者 然后他会去指挥其他的鱼 其实他那一团里面就有一些鱼啊 就是会负责 在当那个侦察兵 去找附近哪边有鱼 然后因为章鱼他有一种 很特别的狩猎方式 就是他会把自己整只 就是打开 然后去网住一整片的石头 对然后就是在 网住这个石头的时候 他就可以就是从里面 去抓到一些猎物 他们这个研究就有发现说 当这个章鱼跟这些其他的鱼 一起在狩猎的时候 他这个网状的方式 频率可以变更低 但是命中率会更高 对因为这些鱼会帮他先找到 可能有猎物的位置之后 然后再跑回来 就会再告诉他 对那其实就是这个文章里面 还要讲到一个很特别的点 就是对章鱼他会去揍那些 猪队友 对会去揍那些耍废的组员 对这个就像是什么 我们以前大学的时候 都会做报告 有些那个组员就是那种 你一个学期只会看到他两次 对一次就是那个分组的时候 一次报告的时候 他就是来那个捡尾刀的 这一个实验他就有录到说 这个章鱼啊 他认得出那些在耍废来捡尾刀的鱼 然后呢那些鱼在旁边吃的时候 看那个影片就是那个鱼 那章鱼就会伸出他的拳头 揍他一拳 把他打飞 这个研究真的很有趣就是 让我们看到说 其实在这些 就算不是人类啊 其他的物种里面 也有很多这种真的有 有意识的跨物种 在合作的这个情况 好哦这蛮有趣的 这篇我其实也有读哦 那我觉得最累的其实是 科学家 因为他录了大概 我记得是超过120小时的影像 然后去分析说 就是章鱼的这个 确定他有这样子 组队的打猎行为 而且还会赶走 就是没有贡献的猪队友 这蛮有趣的 好那第二篇呢 也是一样 就是海底的动物 就是超乎我们的想象 他们其实意识是 他们的意识是 比我们了解的更多 像刚才的章鱼 那第二篇的这个主角 是猎存鱼 猎存鱼呢 它其实跟就是其他鱼一样 会有这个打架行为 但有一个很特别的研究 是发现说 它在打架之前 会先评估自己的体型 这个育普 你们来介绍一下 这一篇的研究 这个我就来顺便跟大家 来推广一下 我们杂志在去年的7月号 就有报道过 这个研究团队的 那个猎存鱼相关的研究 那当时他们在去年的时候 是发现说 这个猎存鱼 可以透过镜子 认得出自己 甚至如果自己身上 有寄生虫 它如果在镜子里面看到 那它就知道 那是它自己身上沾的 它就去用石头把它磨掉 那这个东西 其实在动物行为界里面 蛮重要一个实验 叫做镜子测试 那最早的时候 科学家认为 可能只有灵长类 就是或者是特定哺乳类 才办得到 那目前为止 包括猎存鱼通过以后 部分的鲸豚 大象 还有赛哥 喜鹊 这一类的动物 有一些鸟类也办得到 那猎存鱼 就是在去年7月的时候 他们觉得 它可以自己辨识出自己 那在今年的 这一个研究发表 他们算是又更进一步 就是他们去 让猎存鱼继续照镜子 然后他们发现说 当他们面临 就是可能要进行 战或逃的选择 要跟其他同类竞争的时候 他们会先来镜子 前面打量一下自己 看看我的身体 是比对方大 还是比对方小 对 那如果确定自己 真的是比对方还要大的话 才会去出手 不然他可能就会逃避攻击 所以就代表说 这个不仅 猎存鱼 它通过了镜子测试 它可以知道 镜子里面的那个鱼 是自己 而不是别之鱼以外 它甚至有某种程度上的 这个有点争议 就是他觉得这些鱼 有一些自我意识 自我觉察的能力 就是这个研究 比较突出的地方 OK 这蛮有趣的 不过应该在 野生的环境下 他们可能就不会有这个行为 对 因为他们的研究都是 没有镜子 完全都是 从去年到现在 都是一直是特别摆了一个镜子 让它照 对 不过育仆刚才也讲到一个关键 就是说这个鱼 它其实是认得出镜子中的自己 所以它才可以在打架之前 有这个评量的这个行为出现 对 这个能力算罕见 然后也被动物行为学家认为是 还蛮重要的一个行为 跟认知能力 好 这很有趣 好 那接下来我们来聊另外一个动物 这个动物呢 应该是几千年来 人类都一直想了解 但是到至今 大家还是不这么的认识它的 就是猫 我不知道在座有多少听众朋友 跟我一样是猫奴 但如果你有养猫的话呢 你可能对猫友就是 非常多的好奇 想要知道 包括就是科学家也跟你一样 即便他是科学家 但是他对猫还是就是 所知甚少 那这边呢 来跟大家分享两则新的 跟猫有关的科学研究 首先是猫也听得懂单字 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试过就是 你家的猫一定 你会给他取个名字 但是呢 你叫他的名字的时候 你不知道说到底这个猫 他是听得懂还是听不懂 因为他都没反应 他都不鳥你 到底是他听得懂不理你 还是呢 他听不懂所以不理你 那就我家自己的猫来讲的话 我叫他 那如果他不动 他至少会用尾巴来回应我 就是尾巴稍微动一下 就是随便敷衍我的那种感觉 或者是耳朵动一下就是感觉到说 OK有人在叫他 但是呢 他不会有就是太大的反应 跟狗不太一样 那科学家也对这件事情很好奇 就是猫到底认不认得出单字 所以呢 就是有一组研究团队呢 他就用了一个新的方式来验证说 猫到底认不认得单字 还有他学习的时间到底有多长 他的做法是这样 就是他先让猫看两个不一样的动画 一个是里面有一只蓝白色的独角兽 然后呢 他会在播的时候呢 就是会创造一组单字 比如说 Keraro 这个是这个日文的说法 我不太确定说这个有没有特别的意义 那另外一个动画呢 是脸红了太阳 那就会有另外一个词叫做parumo OK 好 那这样子呢 就是让猫把这个单字跟动画联想在一起 之后呢 科学家再对调 就是A动画配B单字 跟B动画配A单字 那就会发现说 当这个动画跟词对调以后 猫咪会摆出困惑的表情 所以呢 这就表示说 其实猫认得这个单字 对应的动画应该是什么 他已经把这个连结给学习起来了 那这个研究团队也有发现说 这样子的学习 对猫咪来说 只需要两次9秒的时间 就可以掌握这个关联 那相比之下呢 对人类比如说14个月大的婴儿 则需要4次15秒的学习 也就是说呢 猫咪比人类14个月大婴儿的学习能力更好 那所以其实猫咪是有这个掌握单字的能力 只是他可能未必会理你 下次如果你叫猫咪名字的时候 就是你要相信 对他是知道自己的名字是什么的 所以他们都在装 对他们都在装 就是不想理你而已 刚刚他说那个9秒一个其实我还蛮惊讶 他背单字的速度比我还快 气不住 我觉得这个稍微不太一样 就是他可能是知道这个单字跟刺激的连结 但他未必知道这个单字背后的意义 我看了一下他用的单字 因为刚刚说这是日本研究团队嘛 但是你刚刚举的词都不是很标准 就是不是什么太阳的日文 他们是用虚构的名词 应该是故意的 因为怕这些是 他们做实验的对象是成年假猫 怕说他们可能平常就听过主人 讲过一些太阳之类的字 也怕他们会统治世界 给他们一些假的资讯 对喂食他们假资讯 好对所以呢 这就是猫的这部分 我相信应该蛮多听众朋友 对这个研究都蛮感兴趣的 好那第二个呢 也是跟猫有关的研究 是猫他之前有一个 应该是有得搞笑诺贝尔奖 对就是认定了猫 其实带有液体的某些特质 所以某个程度上你说猫是液体 是合理的 可能从物理学家的角度来看 是这个样子 但是生物学家可能会反对 好anyway 那既然猫是液体 那就表示说猫很容易 可以通过很多奇形怪状的空间 你太窄的啦 太高的太宽的 他都有机会可以通过 或者是大家可能有看过 猫在一个很小的纸箱 或者是碗里面窝着 你会觉得很不可思议 他怎么进去的 好那有另外一组研究团队 是来自匈牙利的研究团队 他们就在测试说 猫到底在穿过这个缝隙之前 他知不知道自己能不能穿过 那这个实验呢 其实很像在这个短眼音上面 会看过的实验 就是科学家就利用纸板 设计出不同宽窄的洞 还有不同高低的洞 然后试着让猫去穿过去 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过 类似的短眼音 就是可能他会在这个玄关的地方 就是贴胶布 然后越贴越高 然后让猫跳过去 就类似的这样的实验 他只是这次的实验 主要是缝隙 好所以呢 他们就设计出两组缝隙 一组是一样的宽度 但是越来越高 或越来越矮 另外一组是一样的高度 但是越来越窄 所以他就让猫去测试说 到底他在穿越的时候 会不会犹豫 或者是他会不会去尝试 那结果发现呢 其实猫对于宽窄 他是毫不犹豫的 就会去穿越这个缝隙 但是对于高低 他可能就会迟疑一下 那也就是说 我们可以就是 借这样的行为 得到一个结论 就是猫 其实呢 他会借由这个尝试 去试试看说 这个会不会太窄 能不能过去 所以这个 你要说他是议题 然后他很容易流过 这比较窄的空间 好像也说得通 高度对猫来讲 他可能就会评估了 这也可能是跟 他跳跃的行为 是有某个程度上的关系 这是一个 关于猫咪的 另外一个新的发现 讲到液体呢 我不知道大家 就是喜欢哪一种饮料 我自己是对于 就是乙醇是 还蛮爱的 杀菌体内外都 就是外用跟内服都可以 那接下来的 这个研究很有趣 就是 不知道在座的听众朋友 有没有 就是酒量很好的 我相信你酒量再好 也比不过这个动物 叫做东方胡风 高级尸体要不要跟大家分享一下这个最新的发现 没错 这个发现我也觉得很有趣 就是其实在大自然里面 其实动物多少喝到一点酒 是还蛮正常的一件事情 因为那些水果可能掉在地上要烂掉 烂一烂就变酒了嘛 然后就是这些东方胡风呢 他们在 就是科学家做一个研究 就发现说 这些胡风 他们可以喝的酒 精的浓度 居然可以喝到80%的酒 80%比福特加还高 对就是我们平常拿来消毒的浓度 再高一点的酒 对就是它就真的可以做体内消毒 一般的生物呢 大概喝到4%左右 就会开始进入一个微醺的状态 我在短影音上面有看过 有松鼠它吃了发酵的果子之后 它就开始出现 啪的一些行为 又啪了 对但这个胡风很特别 就是科学家就让这些胡风呢 他们去吸 去吃一些蔗糖的荣液 然后里面有乙醇 对那他们就从 他们就从低浓度的开始 然后呢 慢慢慢慢的增加浓度 慢慢的增加浓度 然后一路增加到20%的时候 这个胡风就是 飞起来都很正常 都还不会有酒驾的情况 对然后呢 就是一路提高到80% 非常高的浓度的时候 他们顶多就是 微醺 就是也不会有那个 也不会有那个很 乱飞的状态 认为说这可能是来自于 就是胡风体内 它跟体内的酵母菌 有一些合作 就是可以帮它去代谢这些酒精 就让它可以酒量这么好 所以这个应该是 目前科学家发现酒量最好的动物 有可能 但是这个其实在自然界中也比较难发生嘛 因为就是你的自然的一些 不管是果汁或者是植物的一些组织 它的自然发酵不太可能到那么高的酒精浓度 对通常不会 就像刚刚前面那个列成语讲的嘛 自然界也不太会有镜子 OK所以这个就是在实验室中的一个就是极端的发现 好那另外一个呢也是很极端的一个例子 不过呢这个不是在实验室中才有 这个在自然界每天每秒每刻都在发生 就是呢有一种动物它长得像老鼠 但它不是老鼠是瞿青 那我不知道就是听众朋友没有听过一种叫前鼠的动物 就是类似这种近青 好那瞿青呢 它有一个超能力 就是它每分钟的心跳可以破一千次 这个是非常的惊人 对就是相比人类 人类大概在静止的时候 就是你没有心情很亢奋的时候 或者是在运动的时候 你静止的心率 我们所谓的静止心率 大概每分钟是60下到100下 所以其实你可以想象 瞿青是相当于人类的12倍这么多 那你会想说这么小的动物 它的心跳跳这么快 它到底是怎么办到的 那科学家就是对这件事情很感兴趣 因为这个是一个非常特别的一个生理现象 菊青之外还有什么动物的心跳也是这种很快的吗 破千俱乐部 对破千俱乐部的话 就是像蜂鸟的话 它每分钟也是会破千下 然后蝙蝠也会 那动物界其实普遍性有一个 算是一个大方向的通则 就是体型越大的动物 它的心跳速度会越慢 那像菊青 还有刚刚说的蜂鸟 这些体型小动物 它心跳就会非常快 那像大象鲸鱼就是很慢的 那像加拉巴哥相龟它一分钟才跳六下心跳 那真的是超级慢 超级慢 对我记得好像老鼠也有五百下 老鼠有五百 猫大概有个一百五 每分钟一百五十下 好那这样子就是勾起科学家的好奇心 它到底怎么可以到这么快 那这个研究团队呢 它是一个跨国的研究团队 然后他们就发现说 有一个蛋白叫心肌钙蛋白 这个蛋白呢 是跟心脏的肌肉收缩有关 因为心肌它的这个收缩 是跟钙离子的结合跟放开有关 那这个研究就发现说 在这个蛋白上面呢 缺乏了两个关键的片段 就是在其他哺乳类身上呢 这个蛋白都有两个食氨酸 那所以当这个心脏受 这个肾上腺素 或者是其他激素刺激的时候 食氨酸会暂时被修饰 使得这个心肌在收缩之后 可以很快的释放钙离子 那这个刹车只要一旦消失了之后呢 你可以想象的就是 这个肌肉蛋白它可以更快的收缩 那在取氢 还有像它的静氢 岩属身上的这个蛋白都有缺失 所以以至于说 它们的心脏可以跳动得这么快 那刚才提到的这个蝙蝠 它也是就是破迁俱乐部 那其实也有发现类似的状况 就是蝙蝠它在制造这个蛋白的过程中呢 也是跳过了两段食氨酸的基因 所以它也扫了这个刹车 那让它们可以就是有极快的心跳能力 好的 以上就是我们最近有趣的这个关于动物的最新发现 相信应该跌破了很多人的眼镜 那如果你喜欢这样的内容 不妨就是持续的追踪我们的新闻快讯 那如果你喜欢听起来很科学 也记得要追踪按赞分享给朋友 那我们下次见啰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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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